哦 天哪 什么事啊 今天早上 完全没让我睡好觉 现在还早 现在是几点 现在是早上起来 五点多钟 我早上起来就被这个手机 铃声一直在有人给我发消息 然后早上起来听到楼下 有那种警笛声 我一开始以为哪着火了呢 后来我手机也不断在响 然后我就起来看了一下手机 结果发现了一个惊天的新闻 瓦格纳雇佣军造反了 我现在也不知道这个新闻的真假 因为我们家在圣美德堡的这个家 离瓦格纳雇佣军的总部 他的那个写字楼大概的实际距离大概也就一千米 离我们家太近了 然后呢 我今天早上看到新闻之后 看到这个瓦格纳已经进入了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罗斯托夫 整个莫斯科已经全部禁言了 罗斯托夫大家看过我上一个视频 大家应该看到我昨天 不是昨天 前天 我跟丈母娘坐火车刚刚经过那个地方 我们还下车跟人家拍了视频 然后今天这个瓦格纳就已经进入这个罗斯托夫了 哇 天呐 这个我现在脸上都是起的是鸡皮疙瘩 这个太恐怖了 我刚才平静了一下 然后又拿着手机 仔细的看了一下新闻 嗯 现在的新闻真真假假 我也不好判断哪个新闻是真的 哪个新闻是假的 但是普里格纳造反这件事大概率是真的 我现在不敢确定 因为我主要是从这个网上来了解中国的新闻 俄罗斯的新闻 但是现在铺天盖地的都是这个新闻 现在俄罗斯内部乱不乱还不好说 但是在俄罗斯其实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件事情 俄罗斯从内部开始乱了 嗯 现在外面是什么情况 我还不知道 然后但是我透过窗户来说 现在警笔已经没有了 然后也没有 外面也是很安静的 至少我所生活的这个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是这样 然后一会儿呢 我打算 我打算上那边 不行 我上那边 我看看那个普里格金的他那个瓦格纳的那个总部那个大楼那边是什么一个情况 到时候我再给大家发视频 然后但是大家不要担心 我和热鸭 我和雷奥 我们一家三口在盛美德堡现在一切安好 然后俄罗斯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乱 我们家门口 门口这 我们家这下面一切都好 很安静 因为今天是周六 然后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一件事情 然后现在打算告诉热鸭 人家还在睡觉呢 哎呀 这都什么事啊 天呐 点怎么这么背呢 一回俄罗斯出这么大事 希望俄罗斯不要乱了 哎呀 一乱了 真的是 哎 不知道怎么办 人家来了 我要把这消息告诉人家 人家 是吧 瓦格纳反了 瓦格纳跟俄罗斯弄白了 嗯 现在已经占领了罗斯托夫了 就是咱们前两天火车路过那个 嗯 我们家真的旁边那个地方 一千米都不到 就是瓦格纳在俄罗斯总部 嗯 你难道没什么反应吗 俄罗斯从内部 咱们最担心的事 俄罗斯内部乱了 设计别的问题 我也不知道啊 反正我比较庆幸的就是我们 幸好前天买的很早的火车票从那个 带着丈母娘从那边回来了 嗯 如果要是说我们没回来的话 我们就回不来了 嗯 因为路过罗斯托夫 我们在那个下车的时候还排斥皮了 嗯 现在那边全人坦克 哎呀 就 就是 哎呀 哎呀 俄罗斯是咋的了 哎呀 你知道我现在最想干什么吗 嗯 我想 要赶紧把丈母娘的钱质扮起来 咱们我赶紧回 回俄罗斯吧 嗯 不是 回中国 嘴都瓢了 回中国 回中国 你怎么这么平静呢 对 我只睡了 现在不明白了 让娘现在还蒙泉状态呢 一会儿你跟雷奥在家 我上那边看看 瓦格纳总部到底什么情况 哈哈 咱们去年 咱们去工作室 工作室 那 那是当时的工作室 那肯 肯定得那啥呀 肯定得给大楼封起来呀 对 哦 好高好高的一个大楼啊 很气派的一个大楼啊 是吗 瓦格纳总部 嗯 没事 干 干起来了 咱们仨 咱们三个一起 我陪你在俄罗斯 没事 嗯 我就想咱们点儿在太贝了 好不容易回国探个亲 接丈母娘现在回国挺好的事 结果 哎呀 希望俄罗斯不要乱 嗯 不要乱 我最担心的事就是俄罗斯乱 乌克兰打不过来 就怕俄罗斯自己给自己整乱了 我现在出来了啊 大家有没有听到 嗯 那个声 我不知道这个 这个声 声是直升机还是什么 什么的声音 然后我刚才看到了一个新闻 因为我看到的新闻 都是我从互联网上了解的 互联网上的东西有真有假 大家听一下啊 然后就是 呃 瓦格纳已经打到了这个哪了 呃 距离莫斯科 多少米 我看一下啊 六 呃 直线距离 六七个小时的车程的一个地方 叫做瓦罗涅日了已经 然后现在 给我的感觉就是说 大家看到我们家附近这 我们家附近是个地铁站啊 然后 一切照常 然后看到这个这个地方 就是就是马路上有点安静 我不知道是 周六周日 的原因 还是什么原因 一一场的安静 瓦格纳的那个办公楼 就顺着这顺着这趟街 一直走到头 在左侧 就是就是那个办公楼 因为现在这么大的一个新闻 呃 网上互联网的信息铺天盖地 啊 这个信息有真有假啊 包括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些信息 也都是我在互联网看到的啊 我无法保证这个信息的这个准确性 然后大家看这这方面的新闻 也是筛选着看啊 因为它里面肯定是真假掺杂啊 因为这个新闻太大了现在 然后我现在就是 具体的在了解一下 然后大家 现在给大家报一个平安啊 看到我们至少我们在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圣米德堡 这里现在目前为止一切正常 一切正常 然后 我会时不时的发视频给大家报平安 大家不要担心 啊 然后 我现在就这样啦 啊 啊